大家好,这节课将继续讲解Tlatl的一步实现 首先复习一下上节课后半部分讲的关于聊天室的内容 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聊天室的功能 仔细观察Update这个Request 这个Update是后台阿甲克斯发起的长连接请求 这个Update请求没有取到结果,但是也没有阻塞这个页面 Future这个对象的运用是Torado非阻塞长连接实现的一个关键 为了让大家对这个方法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我们来改写一下这个方法 首先我们删掉一些优化的细节 一面回效 我们试着让它变成一个平板的方法 就是去掉这些Goal routine和Yield 我们这样改写之后就是有一个Update请求过来它会立刻返回 也就是说它失去了长连接这个特性 我们看一下 它实际上也会工作 但是我们看到后台疯狂地跑着Update请求 这下面也是不停地发Update的Request 这是因为这个页面在JS里面 一旦它取到一个Response 会马上再发一个Update的请求 在长连接的方式下没有问题 是因为这个连接不会轻易地中断 但是普通的连接的话就会产生这个问题 由此大家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Gene.coroutine加Yield 这种时间方式是实现了一个长连接 那它的Eboot体现在哪里呢 就体现在Eo的这里 在Eo的Self.Future之后 后台服务就已经准备好去处理下一个Request 而且要注意的是Eo的必须是Eo的一个Future的对象 我们快速地看一下Coroutine的实现 来看一下为什么它必须Eo的一个Future 它就return makeQuarantine Wrapper 这个FunctionTools.wraps 这个是保存这个Function的一些Metadata 我们可以看到Result执行它所wrapped的这个Function 然后它判断一下Result是不是generate type 我们知道Yield出来的结果会是一个generate type 那如果被Coroutine所装饰的方法里面 有Eo的也就是说得到了一个generate type 那么就把generate type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也就是Eo里 然后去runner里面去执行 在runner的run方法里面 然后它会去handle Yield 到之后它会试图去把Yield出来的东西把它转变成一个Future 如果Yield出来的是一个list或者是dictionary的话 它会把它当成是Yield的数组或者是字典来处理 那否则这个Yield本身应该就是一个Future 不然的话就会有错误发生 就像我在这里我把它改成1 那这里除了Coroutine必须Future配合使用之外 它的很多东西都是封装在里面的 这是最新版本的Tolado所推荐的实现方式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改写一下 这种写法封装事件回掉的逻辑 那我们把它事件回掉的逻辑浮现出来 我们在这里还是加一个装饰器 这个装饰器主要是表示这个post方法是一个异步的 也就是说post 也就是说这应该是一个长连接 不应该立刻返回 我们在这里把它变成一个回掉 Future取得结果之后 取调用一个callback 如果我们来说这次的一切 我把它变成一个回复 使用了Async 这个装饰器之后 我们必须在响应的最后 加一个self.finish 否则不算一个完整的response 我们看一下效果 我们在一边输入 你好 他这边也收到了你好 这个鸟店式的实现效果的话 是跟coroutine 加上一有的实现的是一样的功能 self.future.add.callback 说到底是把这个callback 跟future这个关联关系 注写到ioloop里面去 我们也可以这样写 这个ioloop是服务器全局唯一的 应该说是一个进程一个 我这次写的你好在这边也显示出来了 功能上是一样的 功能上是一样的 但是继续毁掉的话 感觉上是有助于我们去理解 它内在的实现方式 就是我们一个post 请就过来 我们只是把结果和对应的callback 挂到ioloop里面去 一旦future已经完成 我们就调用write result 这个是一个两段式的动作 post里面的逻辑是第一段 callback里面的逻辑是第二段 这是Torado内部实现的一个调度 第一段运行完之后 服务器就可以转动做别的事情去了 然后把future里面的东西放在ioloop里面 不停的去轮循 但是这个轮循在某种程度上 跟Torado的服务是一个并行的 需要大家注意的一点就是 在这里这种逸步的方式 并不会使原本需要10秒的方法 5秒钟就返回 就是说如果 比如说 wait for messages 这个生成future结果的方法里面 我有一个time.snip5秒 它这个5秒就会在服务器端主色 就会影响request处理的速度 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还是 wait for这个网站去返回 为了给大家更直观的显示一下 它怎么样没有去收短这个方法执行的时间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加了一个全局的变量N 后台每snip5秒 我就给它加5秒 然后把它tunit出来看看 然后我们在这里 两个刷新一下 看它用了多久 第一个request用了5秒 第二个request用了10秒 现在这两个都已经返回了 那么我们怎样提高后台响应的速度呢 那就是调用ebo的方法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就不要让它snip5秒 而是让它ebo的 让这个方法本身ebo的执行 torado封装了一些ebo的库 我们看一下官方自带的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warp spider 就是一个爬虫 有意思的是这个网站爬虫 并不是一个后台服务 它就是一个应用程序 但它利用了ioloop这种回调的方式 时间来到重点 我们看一下httpclient.asynchttpclient.fetchurl 首先我们验证一下 我们刚才所说的必须有的一个future 我们看一下fetch返回的是什么 好 可以看到它这里就是返回的一个future 并且它在fetch里面 就已经add了callback 我们可以看到 asynchttpclient 既成是configurable configurable在实力化的时候 调用的是class的方法 config class 在config class里面 又调用了configurable default 所以在asynchttpclient的configurable default里面 改变了它实际的类 也就是simple asynchttpclient 如果说一个方法是一步的话 一般来说它都必须有一个max的 并发数量的限制 否则的话它会无限制的增长下去 我们可以看到maxclient在这里默认是10个 fetch的实现里面可以看到 如果现在活跃的链接是小于maxclient的话 那么就往l loop addtimeout 这个addtimeout是一步的 就是在某一段时间之后运行这个方法 就是在某一段时间之后运行这个方法 刚才说到 ioloop.addtimeout是一个一步的方法 而我们如果直接在这里加一个time.sleep 将会把用户阻塞在这里 我们用一个工具来验证一下我们的想法 我们这里用的工具就是apache-utils 安装的话就是apt-get-install-apache-2-utils 我这里已经安装了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提交三个request 后台需要15秒才能把这个request全部都处理完 我们看一下 pachmark的结果是总共花了15秒 而后台的log也很明显 就是每隔5秒响应一个request 那么如果我们把它改写成ioloop addtimeout的方式会怎么样呢 在这里我们把time.sleep5秒放在custom sleep这个方法里面 然后在这里我们调用clado.io loop addtimeout 马上把callback加到io loop里面去 也就是说马上执行这个callback 我们再次pachmark一下看看行为是什么样的 马上get就已经return了 也就是说用户跟服务器之间是一个异步的 但是我们再提交一次 就发现它要阻塞了 在我们第一次get返回之后 我们又浪费了一些时间 中间讲了一些话 然后我们再次跑了之后 发现这个time taken for test是3秒钟 看一下log 但是后台的log显示 我们第一次返回是33分02秒 第二次返回是17秒 也就是说服务端的行为和用户端是一步的 服务端还是要花15秒去执行time.sleep这个动作 但是用户却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这也比较形象的说明了tolado里面一步的概念 我们来跑一下 看看web spider的行为是什么样的 从这个log也可以明显的看出 它的batching和fetched并不是同步的 它是先发ep的数据 然后fetchedep的数据 这个行为跟刚才我们测试time.sleep的行为也是一致的 当然细节还有很多 但是我们的核心内容就是tolado给我们提供了 async.httpclient 这样一个一步的获取 网页信息的一个模块 我们可以方便的把它 结合coroutine和yield来使用 总结一下这些课的内容 第一点 我们讲的gin.coroutine 与yield的fetched 等价于async 结合fetched.add downcallback 这种实现方式 进一步的理解了一步 长连接的实现 第二点 就是IO一步并不等价于并发执行 阻塞的方法在tolado的后台仍然需要按顺序执行 因此我们应该正好避免调用阻塞的方法 而选用一步并发的模块或者是酷 tolado本身提供了一些非阻塞的一步模块 async.http.client等等 下一节课将给大家介绍一下 怎样写一个自己的非阻塞方法 供tolado来调用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